我賣好酷 食肝香真的很輕 再往後再三二一 大家好 好 起來 你全部變得 平淡生活裡 有誰想 有誰想 Action 田武拳 田武拳 莎果樹 她是傷害羞蟲 你不要相信她 我的那些印射畫面 其實我不知道是她殺她 都沒看到 這會比較中心 對 所以我到底知道 現在這個狀態 三個人都看到了一些 首先自己想知道的 但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狀態沒有任何人知道 都得了接球 她很難得可以牽到我的手 所以 只有在拍滑絮的時候 對對對 可以牽到小學 有 你們開心了嗎 開心喔 蛤 什麼啦 畢竟她有什麼啊 扶我起手啊 就是 是第五次 她哀想我 好膩喔 好想有分手 對 我們合作過第五次 這次我都沒有喜歡她 我這次終於可以 分不掉 但這次終於可以把她給殺了 對啊 但還是愛我的啦 還是愛妳 是因為愛妳 才喜歡妳 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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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愛相殺 相愛相殺 對 對 但是 會說 到底可以 開始 然後進廣告 要從YouTube廣告 怎麼先看三秒鐘 可能略 看六秒鐘 可能略過廣告 這是我的白書 這是我的白書 裡面有我 剪實碩的所有回憶 好 給我看一下 欸 不給你看 欸 因為這是我覺得很珍貴的東西 你知道誰想要靠近我 就是會 大聲的呵斥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書裡面有問題 有人篡改我的人生 所以我滿生氣的 誰只要靠近就是會 被我推開 比方說許志田 他就擺目一想要來返我 哈囉 V 大家好 我是許志田 那我這次在白書裡面 飾演的角色是 炎武璇 炎武璇 他是一個比較 嗯 不太會去表達自己的 一個角色 就一個人 對 那原因就可能是 因為原生家庭 他寄人離下 那 嗯 不太喜歡 主動去告訴大家 他喜歡什麼 他想要什麼 他很想要趕快度過 高中這個時期 因為 度過之後他就成年了 成年之後 就可以開始 追求他自己 真的嚮往 真的想要的人生 那因為今天看到你的裝扮 就是三位演員 好像只有你有別那個名牌 嗯 想問一下是為什麼 哦 因為我是書店的店員 對 在這個書店只有三個店員 那那些店員 他們都是 呃 不太想要前往到下一個輩子 他們只想要留在白書這個交界處 然後 然後 緊守著自己的 現有的回憶 那 書店店員都有一個特權 就是他可以 無限次的去翻閱他自己的 白書 那白書裡面 就有他想看到的回憶 他們高中的時候 跟表哥 還有那個 喜歡的女生三個人是 就是 有一個 一個群體 然後我們會在 秘密基地啊 做一些 快樂的事情 不要說寫歌啊 吃炸雞啊 但是 這個東西 三個人嘛 感情總是會有 變質啊 或是開始有 仇恨出現 那 是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就是白書的故事主軸 然後 直到我來到書店的時候 我就在尋找當時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真相 所以我變成另外一個樣子的人 陰沉 然後 張狂 有點歇斯底里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樣子是 很有趣的 很不一樣 很有意思 對 其實我從一開始 就是 我們在那個 讀本的時候 我就已經先幫他們取好 他們的綽號了 就是 這是高中女生感覺會做的事情 那他們兩個的綽號是什麼 像是 減十歲 就是減十歲 因為他就是也比較幼稚 所以他這樣 減完十歲 就大概七歲 然後 岩武璇就是還滿無聊的 就是反過來念 就變玄武岩 他就是 你知道他看起來 就是也是像石頭那樣子 就是 冷冰冰的 然後不太講話很安靜 那本人很無聊的意思 沒有 我是說 岩武璇這個角色 本人就是 垃圾話偏多用